顶上战争,这场被称作是马林凡多绞肉机的矿石之战,同时卷入了海军四皇七五海三方势力,由战国元帅率领海军三大将及十万精锐,联合五大七五海,对抗由四皇白胡子率领的43个来自新世界的海贼团,是大海贼时代开幕以来规模最庞大的战争,其规模之大,前所未有,目前为止也只有单独岛战争的规模能与之相比,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三大势力的平衡, 重组未来新世界格局,加速了大海贼时代的进程,在海贼王宇宙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,本期内容中,我们就从陆飞的角度一起来回顾这场战争的全部经过,陆飞为了救出大哥艾斯,只身一人闯入推进城,在一种大佬的帮助下又来到了马林凡多,卷入了顶上战争中,以陆飞当时的资质和阅历,参与这种规模的战争势必是九死一生,就算活下来,也会造成不可磨灭的巨大心理阴影, 但陆飞也就爱死心切,已然将生命置之度外,当陆飞一行人称作军舰,通过正义之门进入马林凡多地盘时,白胡子海域团和海军们已经展开了厮杀,白胡子释放了破坏力巨大的阵阵故事能力,引发大海啸, 陆飞一行人险些出身未竭,身先死,直接葬身海底,好在团队有愚人慎平,在慎平的指挥下,众人有惊无险的听过了大海啸,等来了轻质的冰河时代,海面暂时归于平静,这时军舰上的电话充响起,海军宣布将会提前处行艾斯,陆飞听罢更是焦急,众人一起发力踢碎了冰层, 随着军舰坠落到海里带陆飞恢复意识后,四周的场景逐渐清晰,陆飞第一时间寻找艾斯,他爬上军舰的制高点四处张望,终于在海军总部正前方的出行台上看到了艾斯的身影,阵守在艾斯身边的是自己的爷爷卡古,以及海军元帅战国,看到艾斯黯然无恙,陆飞露出了开心的笑容,他憋足了一口气, 战国剑装大骂,卡普见到陆飞几乎崩溃,陆飞一出场就成了全场的焦点,海军们一见陆飞这一队的阵容倒吸一口凉气,陆飞的身后不仅有几百名越狱饭,还有前王夏七五海克洛克大尔,海峡盛平,以及革命军干部伊万科夫,在场的很多大人物或多或少都和陆飞有过交集,黄元刚从湘波地群岛归队不久,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, 七五海莫莉亚败于陆飞之首,仪式英明毁于一旦,女帝在女二国刚刚单方面与陆飞私定终身,赞高和铁拳分不敌就不用说了,两个和陆飞有个短暂交锋的小马龙,总之陆飞是一个话题不断的问题心人,经常站在风口浪尖,拳打天龙人,脚踩七五海种种事迹简直是闻所未闻,七五海,海军高层,白胡子海女团,都曾听过陆飞的名字,吃拳一眼就锁定了陆飞, 命运对陆飞的眷顾从未停止,底线战争陆飞必将再次扬名, 克罗克达尔自制合作协议已经终结,脱离队伍刺杀白胡子,不必白胡子亲自动手,眼睛手快的陆飞二挡闪现到白胡子身后,将克罗克达尔一脚踢飞, 克罗克达尔瞄了一眼陆飞身上的水,看来这小子早就做好和自己翻脸的准备了,陆飞替白胡子挡枪没有别的原因, 就是因为艾斯喜欢这个大叔,白胡子看到陆飞身后的草帽,想到了红发曾经说过, 他将自己的左手赌在了新时代,想必红发口中的新时代就是眼前这个莽撞的小鬼了, 他是红发认可的人,同时也是艾斯的弟弟,白胡子对陆飞产生了兴趣, 到底是什么人,值得让红发赌上未来,白胡子将手中的丛云切重重砸在脚边, 一声爆喝,气魄逼人,所有人见到白胡子发怒,腿都要吓软了,陆飞不畏不亢, 甚至直接向白胡子发气挑战, 白胡子与陆飞咬牙切齿,互相怒母而逝,白胡子挥动从云切霸气四射,当场就有人晕倒在地,陆飞则未然不动, 白胡子爽快一笑,陆飞的气势丝毫不减,我有自己的节奏,艾斯由我来救, 伊万科夫暗自称赞,不愧是那个人的儿子,陆飞将从军舰上听来的情报告诉给了白胡子,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,但海军将要提前对艾斯处刑, 这对于白胡子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,白胡子开始思考接下来的应对策略, 陆飞咆哮着冲进海军圈,随后,乔斯带领三番队队员也跟了上来, 慎平等人紧随其后,大将黄元一眼就瞄中了陆飞, 想不到一群脑的事情黄元还没忘,如果不抓住陆飞, 没法向天龙人交代,黄元的光速梯瞄中了陆飞,陆飞也是直肠子, 面对黄元的闪光脚,不逃不避,准备冲上去硬钢, 一边的一万科夫箭状在黄元发生闪光之前,用死亡魅眼将陆飞击飞, 躲开了黄元的致命一击,摆脱了黄元后,陆飞继续向初行台奔跑, 突然从空中飞来两个圆盘,陆飞空泛躲开, 接着冲过了一个海兵对陆飞触拳攻击, 袭击陆飞二人的不是别人,这是在东海时遇见的两个马路, 赞高和分不敌,十万海军精锐也包括这两个人吗?有去有去, 赞高对陆飞使用拿手的催眠, 只要三秒钟就可以催眠所有看到自己招式的人, 陆飞被远处的爆炸吸引了注意力,赞高和分不敌中招, 到头就睡,海军本部上校黑砍日耐, 砍到陆飞后,双手射出两刀栏挡在陆飞前面, 只要有人穿过去就会被他的招式捆住, 陆飞开启二打,日耐立刻收拢牢笼, 但陆飞的反应力还是快了一步,闪现越过日耐溜走, 在陆飞被几名海军同时拖入的时候,莫利亚寻了过来, 现在,莫利亚已经把陆飞当成仅次于凯多的最大仇人, 最重要的是,如果能剪掉陆飞的影子驱动小奥兹的尸体, 那么自己的实力将会大增, 莫利亚驱动僵尸围攻陆飞, 陆飞和僵尸纠缠在一起, 慎平赶过来支援, 他利用海水冲刷僵尸, 海水中的盐分迅速瓦解了莫利亚的僵尸军团, 出行台上的艾斯看到陆飞为了自己拼命的厮杀, 悲痛兴起,他大吼, 让陆飞回去,自己不需要他来救, 陆飞只说了一句话, 让艾斯瞬间哑口无言, 战国向全体海军通报了陆飞的身份, 陆飞也是艾斯的结败兄弟, 同时也是革命军龙的儿子, 世界上最坏的坏蛋, 战国以这样的方式激起海军们的仇恨, 这也解开了斯摩格的疑惑, 为何在罗格镇,革命军龙会出手救陆飞脱困, 这时,一个巨人海军拦在陆飞面前, 陆飞跳起来使用三挡巨人回旋弹, 将巨人海军一招击倒, 陆飞的话点燃了所有海贼的斗志, 白胡子对他更加信赖, 他特意交代马尔克, 保护陆飞,别让他死掉, 陆飞一拳搞定了巨人, 带着众海贼深入马林繁多广场, 海军们迅速包围过来, 战国当机下令, 将包括陆飞在内的所有海贼原地消灭, 海军群众喊杀声一片, 海贼们根本不怕, 纷纷拔出战斗与海军拼杀在一起, 陆飞和一众海贼冲进海军圈内, 一顿乱打乱杀, 猛然发现, 已经被海军团团包围, 很难杀出去了, 关键时刻, 圣匹和伊万科夫赶来支援, 三人联手硬是打开了一条, 通向艾斯方向的通道, 莫莉亚再次拦住了陆飞的去路, 圣匹则留下来替陆飞对付莫莉亚, 掩护陆飞离开, 陆飞摆脱了莫莉亚, 又遭遇了斯莫格的伏击, 既然知道陆飞的父亲是龙, 斯莫格决定, 必须将陆飞拿下, 陆飞使用二挡, 虽然速度变快了, 但是他不会武装色霸气, 根本打不到自然系的斯莫格, 斯莫格从空中俯冲下来, 用海洛士尸首重击陆飞, 女帝汉库克抬起大长腿, 一脚击退了斯莫格, 汉库克一把将手铐的钥匙递给陆飞, 这个钥匙可以打开艾斯的海洛士手铐, 陆飞十分感激, 跳到比自己高几十公分的汉库克身上, 将它抱住, 到写之后, 陆飞马不停蹄的向初行台狂奔, 经过伊万科夫时, 他一眼看见了正在和伊万科夫对峙的大熊, 被改造成人间兵器的大熊, 此时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记忆, 伊万科夫指挥手下的人妖们掩护陆飞, 自己留下来对付熊, 陆飞在众人妖的掩护下奔向初行台, 结果又遭遇了鹰眼, 果然啊, 主角无论所到哪里, 都是让人不得不关注的存在, 眼前这个被红发寄予厚望的亲人陆飞, 到底是什么实力, 鹰眼很想亲眼见证一下, 陆飞远远的就看到鹰眼站在前面, 立刻启用二挡, 闪现从鹰眼面前逃走了, 鹰眼面无表情的看着陆飞越跑越远, 翻手一刀, 绿色光芒的刀锋掠过, 将射程内的陆飞击倒在地, 不过陆飞反应很快, 避开了致命伤, 一头撞在了墙壁上, 慎平赶来支援, 鹰眼没给慎平一点面子, 拔刀就砍, 二人激斗的过程中, 慎平掉入冰冻内, 鹰眼继续追杀陆飞, 一刀刺向陆飞, 陆飞迅速躲开并准备反击, 这时, 陆飞似乎觉醒了剑文色霸气, 在出手的一瞬间看到了些许未来, 如果这次出手, 鹰眼会毫不犹豫地砍断自己的双臂, 陆飞立刻停止了攻击, 鹰眼一刀挥过来, 刀锋劈开了身后巨大的海浪冰墙, 鹰眼的刀锋一波接着一波吸向陆飞, 陆飞手忙脚乱地躲开, 此时的陆飞无论如何都无法对抗鹰眼, 他集中生智, 将路过的巴基抓过来挡在面前, 替自己挡了鹰眼一刀, 趁机脱身, 鹰眼看样子是不打算轻易放过陆飞, 在陆飞身后打出刀锋, 并立刻追杀上去, 马尔科看的眼里, 立刻安排了五番队队长, 花剑比斯塔支援陆飞, 白胡子老爹可是特别交代过, 不能让陆飞死在战场上, 比斯塔领了命令冲下鹰眼, 二人刀锋相对站在一起, 鹰眼终于放弃了陆飞, 他从短子的试探中, 已经发现了陆飞的厉害之处, 在短时间内, 能够将周围的人一个一个变成自己的同伴, 此时, 海军出动了和平主义者, 并启动包围墙壁, 实施围困作战方法, 陆飞的战场上上蹿下跳, 悄悄地向出行台靠近, 突然一阵闪光袭来, 黄元站在了陆飞的面前, 对陆飞踢出了大救之脚, 这一脚把陆飞送出了战场的最危险的地方, 让陆飞回到了盛平的身边, 所以这一脚踢得十分离奇, 至今也无法解释黄元当时的心理活动, 由大将拦在前面加上体力不支, 陆飞的士气大减, 战国用广播队全员宣布, 立刻对S行刑, 不得耽误, 陆飞一听如此紧急, 立刻跳起来继续重逢, 现在能突破包围圈的道路只有一个, 就是小资方向, 那里的包围墙壁无法升起, 是唯一一条突围之路, 不想, 海军早已在这里做好埋伏, 海贼们刚一接近, 立刻炮火连天, 炮弹击碎了冰层, 陆飞掉入海中, 陆飞心急如焚, 如果不快点想办法, 海军就要对S触行了, 陆飞恳求慎平, 将自己送到最前线, 此时, 小资突然醒了过来, 趁小资吸引了海军活力的时候, 慎平使用海流过肩衰, 将陆飞送到了三大将面前, 面对三座大山, 陆飞毫不畏惧, 直接将手中的桂杆摔向三大将, 陆飞卯足了劲, 疯狂输出后, 立刻使用二挡, 预够三大将进入后方防线, 黄原一脚中止了陆飞的行动, 战国即可下令, 处刑艾斯, 就在这时, 老沙也来到了前线, 使用沙子击倒了龟子手, 救了艾斯一命, 海军们迅速包围上来, 一起围剿陆飞, 陆飞左右开弓, 一众海军被打翻在地, 海军孝极人物根本不是陆飞的对手, 陆飞的拳头, 可以轻松打破海军的防御铁块, 看来, 只有大将出手了, 吃犬从人群中走出来, 刚准备动手, 轻质率先发动攻击, 射出一道冰锥, 刺中陆飞的胳膊, 不思鸟马尔科飞身而来, 一脚踢断了轻质手中的冰锥, 将轻质击退, 轻质之后, 无数中将踢刀而来, 一刀砍上了陆飞, 陆飞全身疲倦, 已经无法灵活使用二挡, 陆飞虽然是个信任海贼, 但十分顽强, 也很勇敢, 无数中将给了陆飞很高的评价, 还不等陆飞站起身, 黄渊的光波随即打了过来, 接着又使出了大救之脚, 将陆飞踢回到了白胡子怀里, 白胡子将陆飞交给传医, 自己走进战场, 准备加入到厮杀当中, 陆飞体力不值, 在想救艾斯, 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, 他求助于伊万科夫, 请求伊万科夫给自己再来一针荷尔蒙, 然而这种超越身体极限的荷尔蒙, 代价非常大, 荷尔蒙本身不具备治疗伤口和恢复体能的作用, 只不过是刺激神经, 消除疲惫感, 陆飞本来已经伤痕累累, 体力不值, 强迫身体亢奋起来继续战斗, 后果将很严重, 陆飞仅仅抓住伊万科夫, 伊万科夫看到陆飞如此坚决, 经过激烈思想斗争, 决定铤而走险, 赌上一把, 于是给陆飞注射了第二针肾上腺荷尔蒙, 陆飞站起身, 全身血液沸腾起来, 疲劳和疼痛一扫而空, 力量源源不断地涌出, 陆飞大吼一声, 继续向着初行台方向冲过去, 海军们包围过来, 围剿陆飞, 陆飞在伊万科夫的协助下继续奔跑, 前面烟雾中, 一个消瘦的身影站了出来, 海兵克比前来报道, 他压抑住自己心中的恐惧, 勇敢地走出来阻止海贼陆飞, 陆飞一拳打在他克比的面门上, 将他击倒, 来不及估计克比, 陆飞跳过他继续前进, 前方遭到了和平主义者的堵截, 汉库克跳到陆飞面前, 张开双臂挡住陆飞, 和平主义者识别汉库克身份, 停止了攻击, 陆飞道了一声谢, 然后迅速离开, 此时, 战场上情况突变, 白胡子遭遇围攻, 眼看已经快不行了, 战国下达了第二次对艾斯的处刑命令, 但白胡子已经无力阻止, 眼看一切要功亏一篑, 陆飞情急之下爆发了霸王色霸气, 震慑全场, 陆飞的霸王色将刽子手震晕, 救下艾斯, 海军们畏之以惊, 对于霸王色霸气, 陆飞毫不知情, 伊万科夫十分震惊, 看来真是虎父无犬子, 陆飞是龙的儿子, 有这种资质也是正常的, 可是他自己居然还不知道, 看来这种力量还在隐藏中, 陆飞的霸王色霸气, 立刻引起了海军的警觉, 总有一天, 陆飞会成为海军的威胁, 一定要就此将他干掉, 海军们更加疯狂的涌下陆飞, 白胡子见状突然出手, 一拳将海军们震倒在地, 白胡子对陆飞非常肯定, 他大吼一声, 向全体诙谐的海贼发出命令, 大家纷纷露出吃惊的表情, 一个矛头小子居然能得到白胡子的认可和支持, 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, 陆飞身边立刻集结了一群新世界的高手, 海军们再想对陆飞出手,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, 队长们纷纷护在陆飞左右, 替陆飞解决一切的麻烦, 这样一来, 白胡子失去了挥下海贼的保护, 一个人拖着虚弱的身体, 面对海军们的围攻, 白胡子将所有的一切堵在了陆飞的身上, 陆飞和伊万科夫继续向畜形台奔去, 正前方, 鹰眼挡住了二人的去路, 手中的黑刀一挥, 一道绿色刀锋袭来, 梅斯尔万跳到陆飞前面, 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鹰眼的刀锋, 鹰眼一刀砍倒了梅斯尔万, 然后追上陆飞, 老杀窜了出来, 接替梅斯尔万阻挡住鹰眼, 白胡子海贼团为陆飞硬打开了一条通向畜形台的道路, 陆飞向着畜形台全力奔去, 伊万科夫换出了藏在头发里的闪电, 闪电剪开道路, 道路搭上畜形台, 形成了一道天梯, 陆飞马不停蹄跑上了天梯, 黄炎健壮刚要出手, 白胡子一刀砍下去拦下了黄炎, 黄炎不敢贸然出手, 只好作罢, 有了各路高手的志愿, 陆飞一路畅途无阻, 眼见陆飞, 还有几十迷就可以登顶了, 突然一个身影有出行台下面窜了上来, 挡在陆飞的前面, 陆飞焦急地奔向出行台, 脑海中回忆自己从小和爷爷相处的画面, 他大喊道, 我做不到爷爷, 喀布回应道, 做不到的话, 艾斯必死无疑, 情急之下, 陆飞启动二挡, 喀布的重拳已经临近陆飞的眉间, 陆飞闪现避开喀布的拳头, 接着打出一拳正中喀布下巴, 将喀布从天体击落, 喀布口说绝不会手下留情, 关键时刻, 当然不会对亲孙子出手, 而且他打从心底希望, 陆飞能救出艾斯, 陆飞三步并坐两步, 终于蹬顶出行台, 站到了艾斯的面前, 兄弟俩对视片刻, 相识一笑, 陆飞掏出了喀布克给他的钥匙, 由于太过激动, 他忽略了身边一个更可怕的存在, 海军最高首脑, 元帅战国, 使用了恶魔果实能力, 变身成金光普照的大佛, 出行台下的黄园, 见陆飞竟然还有手铐的钥匙, 立刻射手极光, 将钥匙打断, 不过天无决人之路, 梅塞斯瑞伪装的龟子手醒来, 在战国一拳打下来的一瞬间, 三哥用蜡烛墙壁保护住了艾斯, 陆飞启动三挡, 用身体挡住战国的炮弹一样大的拳头, 这一拳威力非同小可, 出行台经不住战国一拳, 瞬间崩塌, 陆飞三人在下落的时间里, 三哥用蜡烛变换出手铐的钥匙, 而三人敬佩的是, 三哥冒着生命危险, 伪装成龟子手来他战国的眼皮子底下, 不是为了保命, 而是为了找机会帮助路飞救出艾斯, 而他这么做, 完全是因为受到小峰的感染, 从来贪生怕死的三哥为了义气, 勇敢了一次,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路飞强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, 海军们向空中的三人发射炮弹, 不过他们还是晚了一步, 炮弹爆炸的烟雾中, 一个由火焰构成的白胡子海域团图案显现, 接着, 一束火焰击穿了农物喷射出来, 农烟被火焰驱散, 艾斯与陆飞三哥从火焰中出现了, 海贼们瞬间沸腾起来, 千辛万苦终于是救出了艾斯, 兄弟二人杀入海军之中, 入入无人之境, 一时见无人可挡, 白胡子海域团士气更生, 寒沙上一片, 陆飞与艾斯合力逃出了海军的保卫圈, 白胡子决定牺牲自己为大家殿后, 他下达了船长最后的命令, 所有人必须活着离开, 平安回到新世界, 白胡子以生命为代价, 为所有人挣起来了逃命的机会, 原本结局还不算糟糕, 而在最后时刻, 赤犬站出来, 肆无忌惮地侮辱白胡子, 这样的话, 艾斯忍不了, 他停下逃跑的脚步, 震动了赤犬的奸计, 艾斯愤怒地与赤犬展开战斗, 赤犬以果实能力压制, 灼上了艾斯, 露菲上前想要帮助艾斯, 结果自己的身体由于过于高负荷运作, 已经到达极限, 不受控制的跪倒在地, 赤犬早已铁了心, 其他人都可以放走, 唯有艾斯和露菲不行, 赤犬冲上露菲, 危机时刻, 艾斯挺身而出, 挡在露菲的身后, 鲜血飞溅, 赤犬的岩浆拳击中了艾斯的胸口, 艾斯脖子上的珠子散落一地, 赤犬准备, 对还有一口气的艾斯示意避杀, 其他人纷纷涌上来阻挡赤犬, 此时艾斯已经是出其多尽其少, 他瘫在露菲的身上, 有气无力地诉出着自己的苦难, 露菲历经千辛万苦, 拼了命地来到马林凡多, 结果自己还是没能逃过此劫, 露菲完全不能相信艾斯就这样死去, 继续周围的人能伸出援手帮助艾斯疗伤, 然而, 无论是传医还是伊万科夫都只能沉默地摇摇头, 艾斯的内脏都已经被烧坏了, 无论什么灵丹妙药也已经无力回天, 艾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, 就这样靠在露菲的身上,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, 露菲在几秒钟大脑空白之后, 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哥哥已经没了, 他仰面朝天嚎啕大哭, 接着他突然失了声音, 由于悲伤过度, 露菲陷入了精神崩溃之中, 顶上战争, 以一个极大的悲剧划成了句号, 可以说是海贼往所有篇章里最悲痛的一章, 虽是悲剧, 但却是人生成长的阶段中必不可少的历程, 青云年中有这样一句话, 男人的长大就在一瞬间, 顶上战争, 无疑是露菲成长过程中最宝贵的一刻, 正如凤凰涅槃, 正如鱼跃龙门, 历经生死才能生死看淡, 历经绝望才能进入汁水,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了, 感谢大家的收看, 我们下期内容再见